BGM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政透支 我是飛行師鄭文貞 今天是12月25號星期一 祝福大家聖誕快樂 好 那在本週也是在 2023年的最後一週 好 那其實說在 因為說在本週 第一說沒有什麼太多重要的事件 那外資也正式進入了聖誕假期 所以基本上在本週 整體來講 不會像上週或是說前一週 成交量放得這麼大 整個漲勢也會比較清淡一點 但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2023年的最後一週 很多在2024新的股票 或是說一些新的主流 要買就是趁這一週 因為畢竟說 本週外資放假 本週外資放假就算有賣盤 一定也會稍微的比較降低 一定會比之前再少一點 好 那就是要趁說外資放假的 這段期間提前去佈局 2024的新主流 等一下我帶大家看你就知道 很多人說那個 加權指數 在11月份12月份 已經這樣漲了一段 1月2月真的還有空間嗎 其實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不要去用日線的格局 去看它的趨勢 要去看趨勢的話 我們一定是看月K線的格局 你去看月K線就會知道說 接下來的台股 它的空間到底還有多大 好 所以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整體的美股 因為在這幾天 今天美股也是休市 所以我們看一下上週整體的美股 你去看 以道琼來講 道琼在上禮拜五 其實算是相對非常強勢 因為說 在這個聖誕連假之前 沒有什麼太多的賣壓 這就是好事 因為說對於美國人來講 聖誕連假 這已經算是非常長的假期 就是他們的新年嘛 所以基本上在連假之前 沒有太大的賣壓 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包括科技股也是 NASDAQ 還有像S&P500 費半指數也是 那你去看喔 其實這就符合我們 在上週告訴大家的 有沒有 這一根長黑K 上禮拜就是因為這一根長黑K 我跟大家講 出現這一根長黑 基本上就確定 這就是真正的多頭行情 因為只有在一個真正的多頭 才會出現這樣的走勢 沒有任何理由的集碟 還漲集碟 這就是真正的多頭 包含S&P500也是 有沒有 跟我們在上週講的一模一樣 這一根黑K下來 連續兩天 真的就馬上收復 那STARK也是 這一根黑K下來 連續兩天馬上收復 費半指數 這一根黑K下來 連續兩天收復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在這個時間 你要有中心思想 在一個這樣子這麼正規 這麼強的多頭裡面 你要有中心思想 有中心思想你就不會說 指數稍微震盪 稍微輪動 稍微休息一下 你就覺得行情要結束了 是吧 所以在上禮拜我才會跟大家說 這一根長黑K它就是讓你 進場的最好切入點 它就是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因為畢竟多頭就是這樣 你要先知道說 這一段行情要走到什麼時候 除了說走到什麼時候以外 它又會 它又會怎麼去 怎麼去往前去做推升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說這一段行情 我們就持續賺到 美國正式降息 這樣下去 因為在美國正式降息以前 市場都會存在一個 降息的預期行李 所以整體行情一定不會到太差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台股 其實說台股也是差不多的走勢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台股就是長這樣 台股這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 多頭行情 不需要去每一根K棒去分析 這一根黑K怎麼樣 這一根下引線怎麼樣 上引線怎麼樣 浪費時間 我一直跟大家說 真正的多頭行情 趨勢出來不要浪費時間 再去分析單一K棒 這是很沒有意義的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就是一個 正多頭行情 那我們現在一定是去看2024嘛 那你說2024會怎麼走 其實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2023年你說 行情很好 確實還不錯 2023年的行情一定比2022還要好 但是你說2023真的說 好到哪裡去 其實倒是也沒有 2023我覺得就是整體行情 就是比2022好 但是你要說2023全年度 是一個真正好賺的多頭 其實也沒有 就是說可能到今年的年底 第四季的下旬 才開始比較好賺 我覺得說在2023上半年可以賺 但是這也沒有好賺到 就是像一個正規的多頭 因為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2023年它算是一個 由空頭轉成多頭的轉折點 你去看 2023年很多個股 它營收根本就還沒開出來 它就是還在所謂的無極之談 因為大家要知道2024 一個標準的空頭 從空頭轉成多頭 它會有一段過渡期 這一段過渡期 各股的營收還開不出來 各股的營收它就是 股價會提前反應 未來復甦的營收 那一直到2024 股價才會真正的 應該說營收才會真正的 跟上股價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在2024 才是一個真正有基本面 產業復甦的多頭行情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禮拜 利用這個禮拜提前去佈局 屬於2024新的標股 新的主流 所以你說不知道要買什麼 不知道2024有哪些標股 歡迎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W178 V178 直接拿起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掃描 我們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或直接打電話進來 在本週也會帶你去買 2024全新的標股 跟全新的主流 今天你去看我就跟大家說 2024有哪些股票 或是說族群是必要 一定要去做留意的 必留意的族群 就是消費性電子 你去看喔 我在11月份就是跟大家講 在2024會有非常多 NBPC手機相關的個股 它會重返榮耀 為什麼 就是因為AIPC的新應用 所以其實說 很多啦 很多說 消費性電子 我覺得說在2024 它都會迎來一個 比較大的爆發點 跟一個轉折點 所以你看 總結來講 大盤 還是先前所講的 美國升級結束 中國遭降頻 總統大選 產業谷底復甦 這些就是台股的十年大運 所以2024不可能會太差 2024不太可能會太差 因為說 2024就是一個真正有基本面 有數字的多頭行情 很多人說2023漲太多了 2024空間不大 其實你去看 你去看 我帶大家看加權指數 以加權指數來講 其實 它的空間並不大 並沒有到非常的 位階沒有到非常高 你去看 我這一個給大家看 你會知道 這是加權指數嘛 那以加權指數來講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我們如果要去看一個趨勢 不要去看日線 我再強調一次 日線不適合看趨勢 日線只適合找買點 因為說日線是一個 非常失真的東西 現在當沖 隔日沖 什麼ETF這些都太多了 它都會干擾到日線的格局 所以日線只適合找買點 日線不適合看趨勢 那看一個比較大的趨勢 一定就是看月K線 你去看喔 以加權指數的月K線來講 月K線其實是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 沒有 以月K線來講 我們直接切到 月K線裡面的 20日 月均線 跟季均線 你去看 它就是剛剛好站上 月均線這個位置而已 就剛剛好站上月均線 所以你去看 如果說以這樣子的趨勢來看 台股它可以算是這一波的 這一波的說趨勢跟這一波的多透行情 它不過就是剛剛開始 第一根紅KK上去而已 那如果就是再去看一個很簡單的技術分析 KD指標 以KD指標來講 也不過 就是在高檔 黃金交叉 相對其實它的空間都還有 因為你用月線去看就會知道 它就是 橫盤整理 高檔震盪一段 即將往上去轉強 然後像我講的 既然說月線的趨勢 它是剛起漲 那你切到日線來看 或是切到周線來看 它就是會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所以你去看 你用一個比較大周期的技術分析去看 你就會知道 其實它的空間 還很大 它的空間還很大 所以就是 提前去佈局 2024有一些該買的 該佈局的 現在就要買 你去看 就像我跟大家講 6799的萊捷 萊捷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你說 為什麼會知道2024有哪些個股 可以去做留意 很簡單 你要知道說 2024有哪些產業 有哪些產業會是新主流 有哪些產業會是剛性需求 有哪些個股的數字 夠強 所以你看 6799的萊捷 我們在當時 艾浦入股萊捷的第一天 就公開告訴大家 先去買萊捷 短線去買萊捷 長線再去買艾浦 你看6799萊捷 當時 這一根跳空 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就是 艾浦宣布要去入股萊捷 宣布入股萊捷 所以跳空上去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位置 絕對還可以買 艾浦入股之後 評價提高 數字也會跟著往上提高 畢竟說它有更多 IP相關的資源 買完沒多久一根漲停 那接著 你去看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 對一檔股票的 價值掌握度這麼重要 你要知道說 它在這個位階 是便宜還是貴 來你去看 6799萊捷 當時漲到 最高漲到178 最高漲到178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178我還沒有要賣 因為它的空間還很大 我沒必要在這個時間點去賣它 它的空間還很大 所以我就是續報 接著 又漲到168塊錢 那我也是跟大家講 168塊錢這個價位 它的空間還很大 我也還沒有要賣 所以一樣事先續報 一直到12月21 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 也是跟大家講 這個價位 我也還沒有要賣 稍微震盪一下 還會有高點 一直到上週五 有沒有 12月22號星期五 最高來到了185元 大漲了7%以上 大漲了7%以上 最高來到185元 有沒有 從140以下公開告訴大家 艾浦入股萊捷 先去買萊捷 140元以下買進 上禮拜五 185元 足足30%的獲利 帳幅足足30% 也是公開操作給大家看 所以你去看 這就是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 2024會漲什麼 2024的新主流 2024的大黑馬 現在就要去買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知道 這些股票的價值 是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 6799來節 我們這樣公開操作 給大家看 為什麼178有高點 168有高點 我都跟大家說 這還有空間 先不用去買 一直到上禮拜五 真的就是繼續在創高 185塊錢 帳幅足足超過了30% 足足超過了三成以上 這就是個股的價值 我知道說 它這個位置還不貴 所以我們一定就是續報 是吧 那你看喔 同一件事情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說了解一檔股票 價值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就能用便宜的價格 提前進去做卡位 你看 同樣一件事 同樣是愛普入股來節 那你看愛普 6531的愛普 有沒有 同樣是在11月14號 如果說愛普入股來節 去買愛普的話 一直到上禮拜五 漲幅連5%都不到 這個漲幅連5%都不到 但是你看喔 反觀如果說 一樣是在11月14號 同樣一件的利多 我們去買來節 是不是 漲幅足足30% 這就是對一檔股票的掌握度 所以我才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 2024新主流 新的標股 要買就是趁現在 你要買便宜價 就是趁這個時間 你說為什麼說 這些電子股 這些NBPC相關現在就要買 因為在明年 就是一個正多頭 正多頭行情 走的一定是科技股 電子股 絕對不會是 航運股 所以 把握機會 這個禮拜 外資它進入聖誕假期 成交量比較清淡 成交量稍微下滑的情況下 這就是佈局明年新標股 最好的時間點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LINE QR Code 直接掃描可以加入 那下半段會告訴大家 在本週 本週五天的時間 也是2023最後一週 有哪些個股 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的期貨是大漲了 93點 足足大漲了93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你要有中心思想 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不要去想太多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一段行情 我們賺到什麼時候 看到什麼樣的訊號 我們可能要先收手 我們可能就是要稍微的保守 那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這一段多頭行情的切割點 叫做美國降息 在美國正式降息以前 我們就是一路轉 真的就是一路轉 直到說美國降息降下去 可能說整個輪動 會有所變化 到時候我們再來調整策略 因為就像我講的 這一段行情就是因為說 美國經濟還沒衰退 加上有降息的預期心理 所以指數是一漲難跌 是吧 今天就算外資要去放假了 現在期貨還是大漲了90點以上 所以還是恭喜大家 再過15分鐘 通通都賺錢 大家通通都賺錢 所以你去想嘛 其實說很多股票都這樣啦 你在2024年 整個百花齊放你還是會買 像是神機 像是華碩 華碩人寶 紅機 這些都是 這些股票 在2024會重返榮耀 當你看到這些全部都 同步的大漲 你還是會追進去 那為什麼不要趁現在 便宜的時候進場去買 是吧 就像我們的華碩 華碩一直告訴大家 400元以下進場去買 400元以下進場去買 400元以下不買 那等到說 450 450 460 快500塊 才想進去追 這就沒意義了嘛 是吧 所以我就說 既然說你早晚都會進場 這些2024的新標股 你早晚都會進場 為什麼不要趁現在 便宜一下進場去買 所以這禮拜要買什麼 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直接打電話進來 直接私訊我們的like 都可以直接詢問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馬斯基 馬斯基已經宣布 鴻海這部分的航線 已經恢復行駛 即將恢復行駛 所以手上如果有航運的 可能就需要自己去注意一下 長龍 陽明 萬海這些都是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有中心思想 不是說航運強 鋼鐵強就跑去追航運 航運跟鋼鐵 這個東西叫做 短線利多的影響 所帶動出來的漲勢 所以就像我上禮拜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操作航運操作鋼鐵 沒有什麼訣竅 什麼報價不用去看 你就純粹去看技術面就好 因為這個東西 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你說你會知道 紅海這部分 什麼時候會開放航行 什麼時候會開放行駛 不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 決定權不在我們手上 你說你真的很想去做航運 你就跟著技術分析做就好 站上五日線買 請跌破五日線 該賣的趕快賣一賣 所以長龍 陽明 萬海這些都是 今天跌幅可能會比較重 該出的 進出把它出一出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 短線上的利多 短線上的利多跌下來 你就不要期待它會長回來 所以 就是進出要快 本週 帶大家看一下 上禮拜整體的PC跟MP相關很強勢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AIPC它會先漲到品牌廠 品牌廠其實還有一些都還沒漲到 像是2357的華碩 來 你去看 2357的華碩上禮拜非常強嘛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400塊錢以下 都不貴 有沒有 上禮拜 通通都賺錢 華碩 紅機 有沒有 上禮拜 持續都在上漲 還有2324的人保 這些相對都強勢 這些都是已經提前漲過的 那我覺得說 在整個MPPC相關 3005的神機算是 位階目前還是比較低一點 因為說華碩 紅機跟人保 都漲上去之後 神機在這禮拜 我們就先說這禮拜 這禮拜就有 滿有機會跟漲漲上去 因為其實說神機整體的 整體的位階也不高 如果說以跟華碩 紅機跟人保來比的話 神機在2022 本益比也還不到20倍 還不到20倍 其實都算是便宜 那你去看 你去看 如果說以神機的周線圖來看 其實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漲一段 高檔橫盤整理一下 收個下影線 即將再往上攻 3005的神機 本週就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包含像是 一樣是高檔 因為說滿多這種 本身體質沒問題 高檔橫盤整理過後 都有機會再繼續往上攻的 神機是一檔 3217的優群 這也會是一檔 就是說優群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的體質好 但是股性很爛 股性很爛 我們就是盡量等到說 它有橫盤整理 那有稍微震盪過之後 我們再進去做切入 其實說優群它也是 漲一段之後 高檔橫盤整理 在本週就有機會再重新轉向 你自己去看 以週線圖來看 你就會知道 有沒有 這個週線圖就非常漂亮了 漲一段之後 高檔橫盤整理 上禮拜 收一根非常漂亮的下影線 這個位置 就有機會再繼續往上攻 這是週線格局 那你去看喔 就像我講的吧 週線格局收下影線 日線格局 這就是一個 就可以去找賣 這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週線流下影線 但是日線 它是在橫盤整理 就代表說 這就是一個 不錯的買點 再來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2458的益龍店 益龍店 不到170真的都不貴 如果說 以整個MVPC 手機的需求來看 益龍店 中長線來看 要上200 時間早晚而已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這種股票 它就是在2024會重返榮耀 除了說益龍店 還有像是我們一直強調的 4938的合索 也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有沒有 合索我們從不到80塊 一路告訴大家 上禮拜 漲到了85塊錢以上 就像我講的 合索明年要賺7到8 百元以下其實都不貴 這些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那除了說這些以外 合索益龍 或是說比較偏短線的優群生機 2377的微星 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微星也是身為品牌廠 那以品牌廠來講 微星目前的本益比只有13倍 2377的微星只有13倍 位階也是相當低 那我們一樣把它切到周線來看 非常漂亮吧 周線格局來看 剛剛好站上月線 稍微震當 有機會再往上轉牆 所以這些都是在本週 值得下去做留意的個股 那我覺得以本週來講 最重要的還是 提前去卡位 屬於2024年 全新的表股 全新的主流 要買便宜就趁現在 直接來電 或是視訊我們的Light 謝謝大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